《神经》 《神经》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神中课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7月28日 题目是《全天庭所专顺的主》 以书所书 一章22节说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手 在加利利海上 天刚刚破晓 耶稣的门徒整夜龙虎 但是一无所获 很疲惫地坐在湖上的渔船里 耶稣来到水边 想要获得偏黑的安静 清晨时分 耶稣希望暂时 避开日日跟着他的人 稍是休息 但是过了没多久 一帮人又围上来 而且越来越多 将耶稣团团围在中间 这个时候门徒也上了我 为了避免用劲 耶稣上了彼得的船 请彼得将船撑开 稍微理我 这样众人就都容易看到 和听得到 耶稣就在船上教导岸上的众人 天上的使者目睹这幅情景 应该有何等的感想呢? 他们荣耀的元帅 坐在一叶扁舟上 被永无幽子的海浪 遥离遥去 向极道水边聆听的人群 传过救恩的佳音 全天庭所尊崇的主 在露天的场景之下 对八姓宣讲天国的大事 他观众的环境 没什么让这里再适合不过 那些一望无际的田野 普照大地的阳光 以及湖光山色 都可以作为港渡的材料 来引证他的教训 来到人心受到更深刻的印象 基督的教导无不生效 耶稣口里面传出来的每句话 总会能够在一些人的心里面 成为永生之道 海滩上的人越久越多 扶杖而来的老者 山间葬食的狼夫 胡相操作的渔夫 商人和民事 学者和父母 老老少少 带着他们痛苦患病的人 都前来听这位神圣教师的训练 古时的先知 曾经看到这个景象 而且还写出来这样说 今天的文章出自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暗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今天的文章出自 《历代愿望》 原文244和245页 现在我们进入深入思考 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哪方面需要耶稣更前来 向我宣讲平安的福音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 明天的神中课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